跑的一個地方 他那個彈車 對 車輪的角度不太對 最後還有一個磁鐵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飛過去 第一名跑爽爽 後面根本都看不到第一名 這也是道具賽我覺得好看的地方啦 你要如何掩護自己的第一名 然後跑得越來越遠 然後甚至是讓對方連什麼磁鐵啊 飛彈都沒有辦法攻擊到 你就會有機會可以贏了 沒錯 那就看一下 其實這一季加入了許多的是道具車種 要幫忙其實那個巴斯特也很常見 那個古代法老也很常見 那臨跑一樣是我們的世紀車也是很常見 喔這個一個 馬上就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古代法老的一個 太狠了 黃金水球 黃金水球 而且他這個特效很帥耶 而且他很好命中 很好就是自己人跟隊友一起殺 然後在前方看一下這個跳台 捷徑師有過 然後又一個 真的很容易中耶 不錯 因為這個是蠻容易去瞄準 他不是一個遠距離的 他只是近距離的 所以比較好是做一些瞄準 那第一名的安卓是 果然也是來到第一名的一個位置 那其實在我們中原系的道具 一直都是他們的強項 哇 而且這裡又被一個金蒼蠅給命中之後 又一個金水球 而且在這個捷徑點之後 那叫前面的安卓要跑不見啦 那個金蒼蠅應該是我們的那個 巴斯特都來車的一個就是性能 他可以讓你的蒼蠅變成金蒼蠅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這一季道具車 就多了很多就是黃金 以前是變成冰喔 現在是變成黃金 我覺得這已經 這個打到現在我只能說三個字 太狠了 你看這個安卓已經到哪裡了 他已經快要到下一圈啦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這一張很容易變成一個人獨砲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MOD小姐姐還蠻壞的 他這一盤是開有沒有叉叉 沒想到我們第一盤就要結束了 這絕對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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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可能到得了 道具其實蠻容易插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要開什麼 有沒有機會7X 這好玩一點 有沒有機會7X有沒有 那第二名的神意算是有 就是有機會進終點 我覺得說有機會進終點 只有他有而已 除非安卓是在捷音掉下去兩三次 哇又一個水球被命負 我幫他賭一下有沒有 有機會7X 然後結果旁邊 被丟住 不會7X了 不會7X了 喔這樣子有擋到喔 拉歪車了拉歪車了 你看他拉歪車 還在第一名啊 還在第一名啊 而且隊友其實有補帶 欸欸欸欸 他們是一二名互撞啊 欸欸 要逆轉了嗎 不會吧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水超銀 有爾先進行一個助攻 在後面的話一個杯碟 安卓在前方 稍微知道限制 對不過這個 就是主來到第三名 快進終點了 最後的道具還有黃金盾牌 還有盾牌 還有盾牌 哎呀 這樣就最後有金無險 還是成功的通過終點 那這樣子會7X嗎 那這樣子會有人沒到嗎 會 因為後面太遠了 哈哈 這一關就是 這一關很難不插耶 我覺得這一關要不插比較難 在道具模式上 就是很濃 又變成好幾個極端 不過我覺得這一場中原戲的就是 差一點點都被逆轉了 有點出欲料 不過那個禁止第一放的時間點 真的超級棒 他的那個 算擋的地方角度特別好 他那個地方是一定會掉下去的 然後掉下去之後他就要繞外圈 那他繞了一個大外圈之後 才發現 我怎麼還要第二名 飛躍點 這關有雪球冰屋終於出來了 那其實在我們這一季這台車 是相對的比較少出現 那原因也是因為現在的那個META 就是讓我們的車 越來越多強勢的車種出登場啦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 在一開始出的車就會慢慢的被淘汰 不過還是有人會拿出來做使用 來看這個又是安卓 安卓一個就是 拿來打的位置 這邊是段位撞牆嗎 這個比較可惜一點點 來得到的一個第一名是被水球 躲過了躲過了 他應該是有轟動 對 旁邊他就是 按那個部位我好虧 他是被頂到之後 然後又差點撞上 那個抓地撞牆 那個是也 二倍之之的攻擊 而且是連續的進攻 神一陣的話也發生一個失誤 哇 這個捷地的果然是兵家兵 這邊選擇 讓外側吃道具 也是另外一個戰術選擇 我們的安卓是不是又不見了 這個 讓外側吃道具還差到第一名 那都算好了嗎 太狠了吧 太狠了吧 後面現在二三四名 開始要進行一個來回的拉扯了 看能不能夠去限制對手 然後讓自己第一名 可以安穩的往前進行一個零跑 沒錯 目前要第一 如果第一名的安卓是領先呢 還蠻遠的 手上是兩個黃金盾牌 這邊是小小的人差狀 不過領先的幅度太多了 打勒也不怕 先開後盾 他有盾啊 這個時候其實 拿法爾水球也沒什麼用 因為他是炸進的 但其實這個劇好遠 遠到你拿正常水球都丟不到的遠 所以他這樣子的話 而且看一下前方 安卓這裡也是扣著盾 對 就是這個領先的劇 能夠攻擊到所有水蒼蠅之外 再來是那個 可以射飛彈 但是太遠了 而且這個大魔王是沒有影響到他 他就算現在有發生一些失誤 我覺得都沒關係 他現在是穩穩跑 對 他走了一個比較穩定的 一個就是外側的 不算有碰到也沒事 這邊的話盾直接開完 然後進到了終點 非常的輕鬆 我們恭喜的是 中原Z把這一分給拿了回來 對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安卓在領跑的一個部分 是非常的穩定 再加上我這場 他的隊友是非常的躁 尤其是有幾次的特別攻擊 鏡頭都有帶到 包含那個 就是那個 庫洞米的部分 他是繞了一個外側 吃道具之後 然後還丟了一個水球 直接炸到對方的第一名 哇 結果這一把 TX 完成了 對啊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久 最終 還是看到了 對 我們竟然還是看到了這個畫面 沒想到我們剛剛在上一輪 也是蠻容易會出現像絕殺啊 逆轉啊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 就是這張道具的一個對決 而且這張圖是不是 如果有差距的話 很容易就被插到很多 對 畢竟它有幾個跳台區 我覺得這種有跳台機關的一個地圖 就很容易會有這種現狀 所以其實領跑的四季就會很重要 那個領跑車你要怎麼拉開距離 像 我又出去了 沒錯 然後直接開始卡位 對 是有一個 就是 黃金蒼蠅 這個部分 哇 伏伏頂到了這個鐵軌 對 我覺得這可能是道具的一個地圖重練度 這邊有故意選擇放速 對 他們就還蠻明確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 然後再一個 金蒼蠅去做限制 對 前方伏伏給了一個飛碟 沒錯 就是剛剛的姿勢就很聰明了 這邊有選擇 呦這個是好準 好準 他要故意選擇 好水 這個是 哇這個是 報仇耶 他是報仇耶 就是你炸我領跑沒關係 我炸你的第二名 那這樣子的話 反而一來一往之下 安卓又快不見了 這裡要趕快趁他過跳台前 完了 哇 跳台前 又是你 哇 不過這一場我覺得還不一定 原因是因為現在二三四名是來到呼附 這邊的話 安卓也下去 所以這場還有機會 是我們的UK Fight的部分 而且重點是我們現在才第二拳而已 所以其實都還不好說 旁邊走捷徑有過 對 這邊也是一個捷徑點 開的是我們的巴斯特 對 這天開掉了 看一下加速帶 天使兩個都走中間 天使擋了一波雷 喔 對 然後繞掉了這個鏡子往前 對 旁邊稍微頂了一下之後 現在還是有穩住自己的車頭 對 安卓上來了 哇 他護盾量也還夠 各種擋或代擋 各種攻擊啊 二三四都是我們的中元星的 這個捷徑很重 捷徑 跳過去了 太空 哇 哇 被踏起來了 沒有任何的防禦機制了 尤尔這時候補到了第二拳 他已經擋了太多子彈了 他盡力了 各種擋 可是還沒有結束喔 這個最後那個 跳空類的 我們翻車 哇 這竟然在我們平跑的一個地方 他那個翻車 對 車輪的角度不太對 最後不然有個磁鐵 喔 這個飛過去 飛過去 彩球是飛了 太神啦 他點就絕殺了 太神了 MVP自製這個絕對是 紫紫那個 太準了吧 哇 他最後 他能夠算到那個磁鐵 這個中間 這可以減精華了吧 這個 太神 這磁 真的是 這超成 因為其實那個磁鐵 基本上是要逆轉的 很快 對這個真的是要逆轉 這個不炸到200%逆轉 而且他因為是上坡之後 他會有一個飛越的軌跡 所以就算會往回啦 但他那個軌跡已經足夠讓他 可以到這個中間 肯定的 唉唷 但最後那個水球 大家有看到嗎 堪稱完美的表現 哇 芝芝真的是 特別要講一下他 除了最後那個 超帥的水球之外 他今天幾乎全場都在負責 那個關鍵的一個key面位 包含就是剛剛那一場 他原本跟那個在跑一二名 然後安佐 他故意選擇放速去拖延後面的一個選手 去炸這支對手 我覺得芝芝今天的一個表現 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然後在最後那個水球 那個絕對是擋絕殺 可以變成一整季的他們 他們前五名的那個好球了 對